全国最疯狂的双十一购物节登场了 应该是全世界最疯狂最疯狂 销售数字也一年比一年更惊人 今年2019年只花了96秒 96秒 一分钟又36秒 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人民币 比去年还快了29秒 这个数字呢 大家每年都在看 就是破百亿人民币只花多久 破千亿人民币只花多久 哇不得了了 这个大家手速比快的 购物车早就已经放好了 就把它结账就退了 好了那大家买疯了 参与盛会的企业 当然也都是赚到笑呵呵 今年有84个品牌 包括了苹果啊 L'Oreal啊 这个美妆品牌 还有日本的Unicro 84个品牌 在头一个小时里头 他们的销售额都突破了 人民币一亿元大关 都是头一个小时 一下子一亿元就进来了 你知道吗 光是这一天的销售数字 相当于Amazon Amazon应该算是 阿里巴巴很直接的竞争对手吧 都是电商平台 那你知道这个双十一购物节 这一天的销售数字 相当于Amazon一整季 一整季是三个月哦 三个月他们线上商店的销售额 百分之八十以上 哇不得了了吧 好了那东西卖得非常快 然后不断不断的刷新 新的销售记录 那买得很开心嘛 那接下来你知道 有一个行业才要忙翻了 物流业 接下来货物运送 才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阿里巴巴在双十一登场 之前两三天 决定要加码投资菜鸟网络 菜鸟网络是什么 这是阿里巴巴打造的 智慧物流的大脑 他说菜鸟网络呢 它要成为物流业的骨干网络 什么意思啊 听起来非常抽象 我们待会来讲给大家听 好无论如何 这回的菜鸟网络 它联合了很多的物流合作的业者 在双十一之前就承诺 他说你们就尽量买 买买买 然后他的承诺是 在七十二小时内 特定地区一定送达 使命必达 哇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达到的承诺 你知道吗 光这一天的包裹 他可以突破十亿件 他承诺你在七十二小时之内 一定送达 他办得到吗 今天大事件话题 我们就要带你快来看 好 我们首先就来感受一下 大家的买气 不晓得你买了没有 这个我们等一下下班赶快去买 双十一的买气呢 突破千亿人民币的计时 刚讲了 今年是九十六秒 突破百亿人民币嘛 比去年要快了二十几秒 好了 那突破千亿人民币的记录呢 我们来比较哦 2017年 花了九个小时 又四秒钟 突破了千亿人民币 在去年2018年 花了一个小时 又47分钟 突破了千亿人民币 哇 你看这个很厉害的速度哦 很快哦 再来就是今年2019年 今年只花了一个小时 三分钟又59秒 就突破了千亿人民币 所以你看每年每年哦 大家这个买的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然后包裹的一个数字呢 也创新记录 这个是2018年 光是双十一这一天 它成交的一个件数 它的货运量包括十亿件 十亿件 那是什么概念 太疯狂了 如果十亿件全部都是中国人买的话 你看看他们十四亿人 几乎大家都买了吧 随美买啊哦 另外呢我们来看2019年的出货速度 也破纪录 今天双十一嘛 刚刚下午 我们在化妆的时候 大家就在聊天 说大家都已经买了 然后不是可以追踪你的一个 这个货物吗 结果他们就说 哇塞 这个凌晨买的 这个才几个小时 都已经出货了耶 你看有多快 所以呢 今年的出货速度也破纪录 八个小时 就已经发出了 一亿件的包裹 你凌晨才买 过没几个小时 不只是已经集货好 甚至出货了 都已经发出去了 这个数字呢 比去年还要再快了 59分钟 甚至呢 在今年才到下午的四点钟 全部的销售量 已经突破去年的数字了 也就是说 从下午的四点钟 以后所有成交的记录 全部都在刷新记录 今年的双十一有多疯狂呢 带你快来看 天后泰勒斯 华丽现身 阿里巴巴 天猫双十一 购物节直播现场 不但进歌热舞 演唱新专辑 首播主打歌蜜 还坐在满是花束的钢琴前 自弹自唱 经典歌曲 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但这次双十一购物节 众星云集 可不光有泰勒斯 日本超人气声忧花则香菜 跟带着Hello Kitty 一同亮相卖萌 所外还有纳英 邓紫棋 罗志祥 超强阵容宛如旷年 不光现场粉丝嗨翻 更带动双十一购物节的买气 十一号凌晨正式开跑 只花了一分三十六秒 交易额就突破一百亿人民币 超过四百四十一台币 比去年快了二十九秒 临时的话也百号人吧 去年双十一一整天 成交金额就已经突破 两千一百三十五亿人民币 相当于九千三百九十八亿台币 今年的买气比去年还要来得旺 下午四点成交金额就已经达到 两千零九十一亿人民币 货记录不成问题 而且今年除了靠晚会充人气 还有网络直播卖家找来网红集团 不光在社群网站破文 还要24小时直播卖货冲野机 我要来现场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这样我才可以给我的客户带来更直观的一个讲解 庞大的交易量也挑战中国宅配业 光是上海预计购物节这天就会经手两亿件包裹 甚至连中国高铁复兴号也成为宅配的一大力气 电商成为中国消费者新宠 实体店面业者也继续折扣促销占营 这项服饰商品实体店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北京这间百货中文也涌现大批人潮 电商实体同步促销 中国消费市场的购买力让人不敢小觑 三连新闻问这么多 好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看到了这回的双十一 接下来的物流才是超大挑战 那么在双十一之前 我们就看到了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 然后它带着四通一达 四通一达是中国大陆用语 他们很喜欢把他们一些 比较有规模的一些货运公司 配送公司 然后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来叫他们叫四通一达 这几家在中国大陆都还蛮知名的 像圆通 像中通 快送 像这个声通 百事 运达 大家就叫他们叫四通一达 另外菜鸟网络 我们待会好好解释它是什么 阿里巴巴成立的菜鸟网络这家公司 好 那大家就一起宣誓啦 它说今年你们就放心买 我们就很快把货物送到你家 长三角这个地区二十六个城市 全部它都给你挂保证 七十二个小时之内一定送到 这件事情非常不简单 你知道承诺这个背上的压力山大 因为现在在全世界都是物流业 大家形容说那个物流这样红流一般 因为大家电商非常普遍 所以那个物流寄来寄去寄来寄去 中间有非常多不确定因素 车送出去了会不会塞车 特别是双十一耶 物流业大塞车的 会不会塞车 怎么样送到你手上 七十二个小时 非常非常考验 他们所谓的智慧物流 所以呢 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次 愿意承诺这个配送的时效 这是一个大考验 好 那我们就继续带您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菜鸟网络 菜鸟网络呢 是2013年马云所创立的 那个时候马云告诉大家说 当初他打造阿里巴巴 这样一个淘宝的平台 他不是告诉大家的理念是 他要让所有做生意的小卖家 非常简单做生意 而且他帮你透过淘宝这个平台 帮你把你的小生意 扩大到全世界 他说我帮你 每一盒起来 然后你只要在你的小生意继续做 放到我的淘宝上来开店 然后你的生意就做到了全世界 他说他要让这些卖家 非常方便做生意 好 这是他的初衷 那他也的确办到 好 那接下来呢 非常方便做生意之后呢 他发现还有一个问题 是卖家非常忧虑的 就是他的货运问题 货运怎么样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的中国大陆有非常多 不一样的所谓的快递公司 你上淘宝不是你可以自己选吗 你要给顺达运啊 还是你要给中通啊 你自己挑嘛 对不对 所以马云说 这么多不同家的一个货运公司 他要如何让他可以 非常非常简单方便 让他可以透过他的淘宝的平台 透过他阿里巴巴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他们通通都统合起来 然后让所有的卖家 跟消费者顾客之间 做一个非常好的连结 他就创立了菜鸟网络 当初创立的时候 你看股东阿里巴巴占了43% 他非常有策略性的 去找到了一些他的合作伙伴 这些合作伙伴不是说我有钱 我要投资一点 没有的 你有钱不一定可以投资的 好 那他去找了 比如说银泰商业 这个可以有大型的仓储 仓储业者 好 你来跟我合作 我到时候仓储就可以交给你来负责 复兴 复春集团 这些都是有大的仓储 有地的 甚至有一些有金流的 这个有一点金融背景的 另外像顺丰 像深通 中通 圆通 运达 三通一达的货运公司 还有现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第一名的顺丰快递 好 这些全部通通都是他的 股东成员之一 所以这个菜鸟网络 就成功的把这些 本来是个别独立的一些货运公司 通通都兜在一块了 好 兜在一块之后呢 他就开始我们来看到 他发现物流产业是未来的趋势 他怎么做智慧物流 2017年呢 我们看到了 马云呢 他又再度的 可以说增加投资菜鸟网络 那个时候他又多投资了 53亿人民币 那么到了今年11月8号 就在双十一的前三天 他又宣布 再投资233亿 现在呢 阿里巴巴的持股 在菜鸟网络 已经增加到63% 菜鸟网络要做什么 马云曾经讲过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他说菜鸟网络呢 他没有要投资仓储 他没有要买地 然后做仓库 没有 那他也没有要买很多车 然后运送 没有 他也没有要找很多快递小哥 没有 他要做什么 他说他要做物流业的 大脑 他要做物流业的大脑 好 这个大脑做什么呢 他说啊 现在的一些个别的货运公司 其实有非常多无效的应用 比如说呢 他的一辆卡车 货运卡车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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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然后开到你家去 那这辆卡车上头载的东西呢 他说有的时候 没有载满耶 然后有的时候 那个路线可能要绕绕绕绕绕绕 然后绕了很多 还花很多的油料 然后有的时候呢 没有载满 你也很浪费空间 所以呢 他说这个菜鸟网络呢 他就用大数据 然后呢 把这个快递业这个串起来 然后仓库串起来 分销中心串起来 他要打造的是一个 智慧物流的骨干网 所以未来呢 嗯 他说经过他的菜鸟网络 那不管你要是这个顺达 或者是你是中通 升通 随便 你的货车载的满满满 然后呢 他用他最精准的大数据 帮你算出那个路线 然后每一个都非常精准 然后呢 到了目的地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货物呢 就送到你手上 好我们来看 我们就买了一个金嗓子猴片 当主播就是喉咙很痛 所以要吃金嗓子 好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货车 就非常非常聪明 智慧货车 然后呢 他说他的菜鸟网络呢 不只要打造在中国内地市场 甚至他打造的是全世界的 光飞机 诶 他也可以做到哦 空运的部分 他也要透过他的菜鸟网络 把每一架的货机装的满满满 路线通通帮你规划好 所以呢 你看他最后的目的叫做 在中国 他未来未来最终的目的是 全中国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24小时都货运送达 另外呢 全世界他给自己的目标是 全世界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 72小时一定送达 他要透过他的菜鸟网络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菜鸟网络呢 他要做非常多智慧的一个这个布局 比如说 智慧仓库 智慧仓库以前的方式是 有一个人拿了一张订单 人就说哎呀 买了一卷卫生纸 我去拿一个卫生纸 哎呀 我买了一个洗发金 我蹦蹦蹦走到洗发金的架子 我拿一个洗发金 哎呀 我又买一个梳子 我要去买一个梳子 然后搞了老半天 然后集成一个包裹再寄给你 他说太麻烦 现在呢 这个智慧仓库全部都是机器人搞定 甚至有非常多自动化的 你要这个洗发金 你要梳子 这个整个机器人就帮你搞定了 然后呢 以前需要非常多的人力 现在的智慧仓库 几乎只要不到20个人就可以完成了 因为它只需要人按按按控制控制 这样就OK了 那整个配送的路径呢 你看这个菜鸟 它有大智慧 智慧大脑 它可以降低空的货车的状况 它说可以省下两成的成本 因为你每一辆货车 你载的满满满 然后用最精简的路线 你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油料成本 还有空间的控制成本 另外呢 它打造了数万个所谓的代收驿站 叫菜鸟驿站 菜鸟驿站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在一些社区的地方 它就放一个柜子叫菜鸟驿站 它不用送到你家里 它把东西放在驿站 你自己去提领 这样更可以省下 它整个配送的一个过程的时间 还有它配送的一些人力物力 所以呢 我们看到它光是这个菜鸟驿站 每天可以省下5000万台币的成本 它透过了它所谓的智慧物流 菜鸟网络物流业的大脑 它要做到的是智慧物流的骨干网 未来它希望这个物流业可以蓬勃发展 它说呢 这个马云 它透过这个菜鸟网络 它希望的是要改变全人类的生活 倒数结束 金额不断冲高 双十一购物节再次报到 超低折扣 流血下沙 不止消费者滑鼠停不了 购物车一路卖一道翻 物流业者同样加紧脚步 忙到人养马翻 我们预计呢 今天凌晨的那个双十一的第一批包裹 外省的用户能够在明天早上就能拿到手中 配送包裹速度利拼快很准 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五年世界第一 今年预估配送量更是超过六百亿件 更别说双十一的庞大订单 物流服务共不可没 阿里巴巴打通全球市场 喊出七十二小时 就能让外国商品直接送到中国人手中 国内任何一个地区 更是二十四小时内送货必达 扣的就是旗下的菜鸟网络 我们有一个三万平米的这个仓库里面 有七百个AGV就是所谓的这个机器人 然后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说去挑选货品 打包缓解还有储存货解缓解 大大的增进我们整个仓库的效率 在机器人大军助阵下 依靠大数据分担系统 捡货员几乎不需要走路 一系列栏内商品智慧仓储 第一身就出货 包裹也是自动风箱 从分装贴标再到核对 全跟着机械化线路 直达货车配送 菜鸟多款无人驾驶车辆成功问世 并逐步在物流领域中投入应用 菜鸟联合一系解放 将无人驾驶技术 与智能卡车编队技术完美融合 根据统计过去六年 天猫双十一包裹量 从1.52亿飙升到10.42亿 尽管包裹量越来越大 但快递却越来越快 今年阿里巴巴更宣布 要投入233亿人民币 增持菜鸟网络 持有股权将从51%增加到63% 其实你还是要不断地去创新 不断地去研究新一代的消费者 他们的消费的偏好 他们的生活的状态 生活方式 你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 不仅满足他们的需要 同时还是能够创造他们新的需求 在双十一那天有令他们意外的惊喜 菜鸟网络甚至还结合便利商店 学校还有智慧快递柜等 设立菜鸟驿站 解决上门快递却找不到人的缺点 同时也力推绿色物流 成立短短六年 菜鸟网络已摇身一变 成为领先的智慧物流 网络平台 不只国内快递平均提速5小时 进口物流时效也提升5到10天 用最少成本最高效率 把商品又快又好 送到消费者手中 在新闻黄崇玉报道